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松果财经 就在几年前9月8日 中国首富之位再次溢出 中国最大的瓶装水龙头公司 农夫山泉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定价为21.5港元一股 开盘高达58.12% 市值为4453亿港元 寄生港股食品饮料板块第一位 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 对这个字念闪 个人身家达到了3758亿港元 约合人民币3312亿元 叠加在万泰生物持有的3.26亿股市值 钟闪闪合计身家高达3973亿元以上 超为马化腾成为国内新进首富 钟闪闪的发家充满了传奇色彩 小学没毕业 12岁在老家绍兴的工厂 做了10年的泥娃浆工作 期间也没闲着 一直在自学 七星年恢复高考后 连续两年高考都名落孙山 后听从父母意见读了电大 地大毕业后在农村部当了五年记者 然后又做不出南下淘金 34岁做蘑菇赔了个一干二净 39岁又开始折腾起卖王八丸子 一直到42岁这年 她创立了农夫山群 钟闪闪曾分享过自己的一套经商秘诀 一个小企业想发展壮大 她所经营的种类必须具有唯一性 而且必须是暴力的 为什么卖瓶装水的实体经济 能够战胜虚拟经济 为什么钟闪闪可以零分开局 但后来居上答案全在农夫山群 上市后的招股说明书里 你打开一看不由感慨 这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这简直是一大自然的印钞机 众向上的声音有多暴力呢 提问农夫山群毛利率 对比A股其他企业如何 达A股上所有上市公司的平均销售毛利率是33.08% 农夫山群的毛利率高达55.4% 宁养了中国89%的A股企业 那是不是所有卖水的企业都暴力呢 诶别说还真是 基本所有河水沾边的企业 毛利率都贼高 最高的自然是毛利率高达93.78%的茅台 其次是五辆业 我们不说酒水啊 就连海天醬油都有50.38%的毛利率 但在软饮这个行业 搬运工的利润还是一直独秀 2019年世界软饮料行业净利率是8.5% 中国软饮料净利率是9.6% 农夫山群呢 直接翻了一倍 20.6% 而其中最赚钱的是什么 这是平平无奇的农夫山群包装饮用水 毛利率达到了近人的60.2% 市场份额占据20.9% 位居国内第一 2019年仅用农夫山群包装饮用水带来的收入 就有143.5亿元 有人好奇 既然卖水的生意这么暴力 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门槛 为什么不见其他资本来入居 让农夫山群做到一家独大呢 其实瓶装水市场看似没有门槛 实则门槛趋势非常高 而且都在暗处 占据先发优势的品牌 往往能投入较少的广告资源 利用自己的品牌与规模优势 牢牢的占据市场份额 可对于后来者 首先推广费 进店费就需要你大出血一回 可即使上架了又能怎么样呢 同样的商品摆在超市的货柜里 我凭什么要选一个我不认识的牌子 而不购买自己熟悉的品牌呢 地产商恒大进军瓶装水市场 想了一个法子 走差异化路线 卖高端饮用水 这口水名叫上流 后来发现不行 绝大多数消费者只能接受 两元一瓶的瓶装水 但当恒大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 学费都已经花出去40亿了 卖便宜了更不行 不要觉得放弃了高利润来换取市场份额 消费者就一定会买账 过分的便宜更像是一种原罪 让消费者避之不及 聊到这儿 我们或许可以反向思考一个问题 既然瓶装水市场 作为后来者入局那么难 农夫山泉入局时 当时全国各地都指认王力宏代言的娃哈哈 他又是怎么破局的 我们不得不提到 钟珊珊当时在瓶装水市场 打过的机场硬仗 某种程度上来说 农夫山泉的营销策略 特别像范德彪打仗 战术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抓着几个出名的老大哥反复口嗨 真打官司就第一堂 败诉登报道歉 但不知情的民众被唬住了呀 这又给了农夫山泉 插足市场的可乘之机 我们从头仔细来聊一聊 中国年长一些的富豪 在自己的发家时上 小部分都有过这样一个履历 卖保健品 最出名的史玉柱 先是做巨人保健品发家 建大厦35岁 欠了2.5个亿破产 又快卖老白金 一年半还清了债务 此外呢 像娃哈哈建立宝 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企业 最初也是尽可能 没事多蹭蹭保健的领域 那就别说三猪太阳神 这些放一千耳熟能详的了 实在是因为80年代 中国保健品市场太火爆了 正值全民消费升级的档口 然后广告法 又没有及时修正 做出约束 实实在在先富了一批人 钟珊珊 就是靠卖保健品其家的 她当时和朋友在海南吃饭 发现客人都非常喜欢点鱼 和憋熬制的王八汤 饭店做王八汤 我就来做王八丸子 于是就有了后面 在海南呵呵有名的 养生堂鱼鳖丸 保健品生意的大获成功 不仅为后来 龙夫山泉攒下了启动资金 也给予了钟珊珊 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 消费者真的非常注重养生 1999年 龙夫山泉在央视打了一个广告 一个老师拿着两组水 做对比试验 一组是纯净水 一组是自然水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一个镜头就得出了结论 农夫山泉绝不生产纯净水 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结果广告一经播放 相当于是把瓶庄水市场的天 给掀了下来 因为在鄙视的瓶庄水市场 娃哈哈 康师傅 乐柏市 做的都是纯净水 龙夫山泉一个后来者 相当于是在叫板整个行业 说要制定新规则 关键是 说的还没啥道理 离不止气还壮的那种 很快 北京的国姓纯净水 就对龙夫山泉 发起了反不正当 进阵的诉讼 龙夫山泉应对的非常快 具体措施为 躺好 等待法院判自己败诉后 登报和大哥道歉 并且按照法院的要求 赔了5000块 请大哥喝茶 等大哥走后 立马又知能起来 对大哥的背影 插插插 有人说龙夫山泉是 丢了面子赚了李子 我不认同 法院判决才有多少人看 央视广告又有多少人盯着 分明是面子李子我都要 2000年 龙夫山泉开始在千岛湖取水 再次宣传起了 长期饮用纯净水 有害人体健康的理念 这一次 再具纯净水市场份额 50%以上的娃哈哈 亲自带头冲锋 联合全国69家纯净水企业 一同围攻光明顶 向国家工商局 卫生部等五个部门 分别提交了对 龙夫山泉的申诉 面对强敌环似 龙夫山泉却反手 将娃哈哈先告上了法院 说他才是不正当竞争 并且借助这场争斗 在媒体上大肆宣传 龙夫山泉为了坚持 给人们搬运健康的自然水 被同行大肆排挤 但无所畏惧 选择对簿公堂 塑造悲情英雄色彩 然后法院判决也很快就下来了 要龙夫山泉别闹了 再次败诉 几乎是同一时间 针对龙夫山泉的讨伐 也掩齐息鼓 几位老大哥开始意识到 这小子就已无赖 深得范德彪战术精髓 你一较真 他就道歉 你一转身 他就在你背后 一来二去 这小子的名气反而越来越大 龙夫山泉一看 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那这可不行 刚好彼岸的美国 这片未来由懂王统治的领地 由养生大师提出了一套新的养生理论 为龙夫山泉及时的提供新的理论武器 钻减体制理论 从2004年开始 康史佛将瓶装水定义为战略性后 开始了强势扩张 凭借着品牌在市场上多年的积累 打起了价格战 而龙夫山泉则受制于水源地的限制 无法正面应对 反手举起了理论武器 开始打起了舆论战 在市场推广活动中 向消费者发放PH市值 指责康史佛若酸性水不健康 这也是后续更是引发了公众 对于康史佛一元水水质的怀疑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搜一下 康史佛你的优质水源在哪里 这篇文章 康史佛受此次事件影响 市场向有份额暴跌 同时一元水也因此逐渐在市场上消失了踪迹 康史佛败退后 医保后来居上 龙夫山泉同样拿着酸碱体制理论 来敲打信任 发起医保饮用水偏酸不健康的舆论 这一次医保又又又又 把龙夫山泉告上了法院 理由是侵犯名誉 然后嗯对 龙夫山泉非常熟练的又败诉了 败诉后继续微博兑现 虽然我们输了官司 但医保是酸性水是事实 我们要对消费者的健康负责 这次龙夫山泉完成了 他在品种锤市场上有名的机场印章 虽然没有一场印到底 但江湖上也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对了 当虽然整体制理论被证明是伪科学后 龙夫山泉在那一段时间 媒体发声都特别安静 后来也再也没有拿这个说过事 钟响响的首富人生 只存在了半小时 装了B球跑可真刺激 他最近在布局大健康领域 手制国产HPV疫苗 这是出自他的手臂 毕竟随着科技的发展 瓶装水的运送只会越来越便利 成本也会不断降低 60%的毛利率生意 迟早会被市场规则调整下来 好了 这里是提出不同见解 一直要做最受都市 精神小火小妹喜爱的松果财经 感谢大家新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